社会消息感情纠纷惹来杀鸡 台北市西门町儿媒停车场 在昨天深夜发生了见血冲突 被害人跟朋友逛完街 到停车场要牵车 没想到被埋伏的五名扼杀给袭击 一阵挥刀乱砍 混乱当中他忍着痛 跑去找警察求救 嫌犯现在全都落网了 原来是不满对方跟自己的女朋友关系暧昧 因此火大 料人去给教训 男子被打倒地 一群扼杀不放手 拿着西瓜刀继续一阵猛砍 犯案后立刻从后方逃身梯落跑 离开现场 两个人逛完街 在停车场遭遇袭击 混乱中其中一人 赶紧开车跑去找警察求救 原来一切都是感情纠纷惹来麻烦 主嫌嫉妒被害人 和自己的女朋友感情好 互相有联络 才会带人来到停车场这里 埋伏行凶 书号深夜十点多 台北市西门町儿媒停车场 发生见血冲突 三性及秋心男子 遭人挥刀乱砍手脚 背部都受伤 紧急送医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两人送医治疗之后 意识清楚 经过调查 犯嫌与被害人间 因感情纠纷 与二十二时许 先于现场埋伏 见被害人出现后 即使西瓜刀 上前砍伤 被害人之后逃逸 主嫌良性男子有毒品前科 不满秋性男子 跟女友关心暧昧 打听到他又去西门町逛街 于是绕了四个朋友 一起到停车场埋伏 吃醋吃到渡火中烧 冲动犯案 火爆个性 行为失控 现在他和同伙 全部狼狈落网 统统被依杀人未遂罪 送罚犯 介绍我们的张云杰 台北中文报道